法国有研究团队经过了两年的试验 研发了机器骨骼装 能透过大脑讯号指挥和控制 也成功帮助一位肩膀以下瘫痪的男子 再度的行走 这让卧床两年 忘记走路感觉的他 直呼如同登月第一人 电影阿凡达下肢瘫痪的男主角 靠脑波控制就能让阿凡达行动自如 科幻情节如今真的实现 关键就在这一套机器装 套上机器装30岁瘫痪的提搏 成功踏出第一步 虽然机器装速度缓慢 却能稳定行走 让卧床两年忘记走路感觉的提搏 直呼好像是登月第一人 这研究的有趣是 研究人员在患者头部两侧 各植入一个记录器 一个记录器包含64个电极 负责搜集大脑讯号 并传输到解码系统 翻译讯号后再把动作命令 送到外骨骼 为了完成这项新研究 提搏在过去两年不断受训 训练如何靠脑波操控 外骨骼四肢 只不过虽然靠意念驱动 就能行走 目前这套机器装 还得靠天花板的细带 保持平衡 才能让跌倒风险降到最低 现阶段机器装 还无法离开实验室操作 距离临床应用 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已经让患者重拾希望 有机会再次跨出步伐 展开新生